一二十 湖北意外挖出一座明朝古墓 古墓中的豪华程度 堪比郭沫若带头发掘的明定灵 此次考古竟出土了五千一百多件文墓 而发掘过程中诡异事件频发 墓主竟与朱元璋有着密切关系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古墓 墓主到底适合身份 墓中又藏着什么样的宝物呢 保持你的好奇心 点赞关注 咱们接着往下看 这天在湖北省中祥市大红村 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他们手持洛阳铲在地上到处钻探 有的还手拿指南针念念有词 原来他们是来自国家文物区的专家 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脚下这片土地 因为他们在一个多月的探查中确定 就在现在探查的区域垂直向下三明 有一所明代的古墓 而墓主很可能是朱元璋的重孙 在经过上级的批准后 考古队迅速对大墓展开了发掘 而他们之所以要挖开这座古墓 其实是有原因的 2000年农历大年初三 正当大红村村民们 都沉浸在过年的炮主声中时 一声巨大的门响 让农货们惊恐万分 紧张的村民吓得根本不敢出门 因为他们心里清楚 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天亮之后他们就报了警 考古专家觉得此事非同寻常 连忙赶到现场 原来这声巨响 就是盗墓贼所制造出来的爆破声 因此周代伟才立即上报 申请对此处的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考古队的发掘工作进展迅速 很快就精准地挖到了墓室门口 而这一切还要得益于盗墓贼所挖的盗洞 不得不说盗墓贼确实是有两把刷子 现在他们与墓室只有一厢之隔 考古队所有人都非常兴奋 几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 单从墓道来看 这座墓的规模应该十分庞大 专家迫不及待地开始打开墓门 但就在这时 墓室的缝隙中开始有大量的水涌出 而且看水是没有想停下来的意思 周大伟见状 立即让所有人退出墓道 并且紧急命人将墓中的水送去检验 看看墓中流出的水是否有毒 要知道古代墓穴的防盗措施千奇百怪 现在紧急撤出 也是为了队员们的安全负责 看到检测结果后 周大伟也是放下了心 水中并没有什么毒性物质 那么古墓中的水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为此周大伟请到了当地有名的地质专家 可专家到场后也傻眼了 根据他们的探测结果显示 这土地属于秋岗地貌 不可能存在地下暗河 不过地质专家在看到墓中 随着大量的水流出水位下降后 推测出了一种可能 湖北意外挖出一座明朝古墓 古墓中的豪华程度 堪比郭沫若带头发掘的明定灵 此次考古竟出土了五千一百多件的墓 而发掘过程中却诡异事件频发 古墓中竟然冒出大量的水 地质专家解释说 因为湖北这段时间进入雨季 很可能是雨水顺着植物根部进入墓室 经过慢慢积散 墓室就被水填满了 因为担心墓室没一下打开后 雨水瞬间带着墓中文物全部涌出 对文物造成伤害 所以考古队就这样让水从一脚慢慢溢出 几天过后墓中的水逐渐放空 终于等到了这个令人期待的时刻 将墓墙的一脚掀开后 墓中瞬间冲出一阵阴风 专家意识到墓中的空气恢复流动 一定要加快发掘进度 防止墓中文物氧化 经过半天的努力 墓室封门被完全打开 考古队员们迫不及待地走进墓室 希望亲眼看看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硅膀 而就在此时封门墙后 漂在水中的一件物品 瞬间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这是一件粉红的纺织物 这个发现让专家非常兴奋 要知道丝织物十分脆弱 在古墓中出现是极为罕见的情况 并且就连丝织物都能保存下来 那么墓中文限资料的 其他文物的保存状况应该也十分乐观 然而就在考古队员将这件丝织物取出后 却突然感觉到了一场 这块丝织物看着不像是古代的产物 它用的是混纺工艺 古人是不可能用这种方式织布的 让人激动半天 这竟是一条现代人用的毛巾 看到这专家心都瞬间凉了一半 这个发现表明 古墓很可能已经早被盗墓贼光顾过了 这条毛巾应该就是盗墓贼留下来的 但这座古墓从外围来看 并没有盗墓贼进入过墓室的痕迹 并且墓中还有大量的水 就算盗墓贼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也不可能进得去 专家只能这样怀着忐忑 慢慢走进墓室一探究竟 墓室中现在情况不明 考古队长决定先指代一个人深入 两人就这样一闲一后 慢慢的摸进了墓室内 出乎他们意外的是 墓室的整体结构保存完好 走着走着 后面的队员忽然叫住了队长 顺着手电筒的方向看去 主墓室的大门少了一半 而且少的那部分 连碎片都没剩下 但大门两边的门框上 都有一个铁锯 其作用就相当于现在的门轴 从剩下的一扇石门来看 消失的石门重量少说的有几百上千斤 大门究竟去了哪里呢 湖北意外挖出一座明朝古墓 古墓中的豪华程度 堪比郭沫若带头发掘的明定灵 此次考古竟出土了五千一百多件文墓 进入墓室却发现一道墓门一半凭空消失 甚至连碎片都没剩下 如果这是盗墓贼所为 他们根本没必要将破碎的石门清理出去 带着一问考古堆员继续往墓室深入 在他们走到墓穴后世时 发现墓顶有一个拳头大小的洞 专家推测这应该是盗墓贼打的探洞 在踏戒后世那时 队员瞬间惊呼起来 因为手电筒所找的地方 皆是闪耀的白光和黄光 这些东西不是别的东西 白光是玉琴 黄光就是黄金 然而就在此时 队长却陷入了深思 因为墓中没有发现任何出口 唯一发现的就是墓顶拳头大小的洞口 看着这个小小的洞 队长忽然明白了什么 盗墓贼有一种盗墓方式 就是在墓室上方钻一个小洞 再将毛巾放在洞里挡着 然后把炸药放进洞里 炸药与洞口相距一两米 在爆破后地下就会形成一个 能容纳两个人的空间 这样一来不仅缩小了炸药爆炸式的声音 而且小洞也不会引人注意 等到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 将墓室洗洗一空 而先前墓中发现的那条毛巾 应该就是为了卡着炸药 不让炸药掉进墓中而放的 墓室中的毛巾 随着爆炸的冲击里冲进墓室 不过他们失算的是 爆炸声还是被村民听到 考古队先一步来到了现场 得知真相的专家忐忑的心 瞬间放下了 看来这座古墓还未被盗却 因为空气流动文物会随着时间氧化 他们立即展开了墓室文物的清理行动 可当考古队进入主墓室后 却发现了怪异的情况 在遗忘的古墓中 不管埋了几个人 棺果都应该居中停放 但这座墓中的棺材 却是一个居中 另一个偏右靠墙 并且专家通过观察 这座墓应该是个单人墓 为什么会多出一口棺材呢 就在这时 考古队员从墓中发现了一尊墓之名 上面所记载的内容 揭开了墓中所有的未解之名 原来墓主人是朱元璋的重孙朱瞻记 当年朱瞻记去世后 妻子悲痛欲血 一度想随夫而去 可他还有两个儿女要抚养 直到十年后 王妃也撒手人寰 他生前的唯一意愿 就是和丈夫葬在一起 但墓穴早已封闭 墓门后有封门时抵住 仆人只得将墓门用蛮力撞开 并且墓室中也没有预留王妃的位置 他们只好把王妃 葬在了朱瞻记的旁边 之后用一道墓门 重新将墓室封住 但因为年代久远 墓门已经腐朽成灰 这才造成了墓门凭空消失的假象 本期视频您有什么想法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 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